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11月25日 第二卷第八章26节B 引用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34-35节 雅各书五章十二节 什么事都不可起 是指违背圣经的启示 反对者指基督所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断章取义特别强调什么事 以为所提出的是有利的论据 其实基督所指的不是启示本身 而是指他接着所提到的启示方式 这也是当时人们的错误 他们以为指着天地启示并无冒犯神的声明 所以主除去他们一切的借口托辞 不要他们以为指着天地启示 就可以逃避冒犯主圣明的罪 在此也应说明 即使人们没有提到神的名 然而却指着生命之光 所吃的饮食 所受的洗礼 和神恩待他们的其他象征启示 仍然是间接地借着神的圣明启示 基督禁止人指着天地和耶路撒冷启示 并非如有些人误解 以为基督是要纠正他们的迷信 其实他乃是要驳斥文士法利塞人的谬论 他们以为间接启示并不算为犯罪 也不算为侮辱神的名 事实上神赐给人一切的恩惠 天地 耶路撒冷 头发 其上皆承载有神的圣明 另外还有人们指着必死的人 或已死的人或天使取代神来启示 这是邪恶可赠的 如同在外邦异教徒为了谄媚国王 而奉他的名和他的守护神启示一样 如此是将受造物神化 是贬损独一真神的荣耀 当我们用神的圣明 只为证实自己的誓言时 即使是间接的方式也是有罪的 因为神的威严在这些无价值的启示上被垫入了 主基督说 什么事都不可起 为要除去我们一切放纵的借口 使徒雅各所说的 是重申主基督的话 这种有损神圣明的健忘启示 在世流行屡见不鲜 如果你将什么事都不可起 解释为基督禁止启示本身 禁止一切的启示 那又如何解释他接着说 不可指着天启示 不可指着地启示等于的意思呢 这些话分明是驳斥犹太人 用以掩饰自己罪行的诡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